几个星期以来 中国三位知名维权活动人士 接连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他们分别是前维权律师江天勇 六四天网负责人黄奇 和民生观察网站的负责人刘飞跃 已经有多家国际人权组织和团体发表声明 对这三位人士的状况表示担忧 并谴责北京当局的做法 那么有关情况 我们现在就连线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 潘家伟 潘先生你好 你好潘先生 你好 江天勇黄奇和刘飞跃 我们知道这三位维权人士 都是非常著名的维权人士 显然遭到了中国当局的秘密逮捕 那么对于他们这三个人的下落 国际特赦组织 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 潘先生 我们所听到的都是 他们三人的情况还是在失重的状态 因为像江天勇的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人可以联系上他 然后也没有人知道他被带到哪里 或者是现在是在生在哪个地方 然后在关于刘飞月的 据我们了解就是 他的18日那天 他家人收到公安那边的去跟他们家人说 把他就是已经有刑续 就是刑续拘留了 然后刑续拘留 然后都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来把他去拘留 但是闭关在哪里呢 还是不清楚 是不是究竟是在隋州的公安的看守所里面呢 没有人知道 黄奇的话也是令人担心就是 没有人知道是现在是被成都那边的公安带走 还是带到哪里了 然后连他那个六四天网的那个义工 胡飞也是在推特上面去发了 关于他那个黄奇币带走的消失之后 然后很快就原来那个推也都有三了 然后他人也都四年了 所以这个这三位 他们的情况也是令人担心就是 是不是有可能是新一轮的 就是对于维权人士 特别是关心这个维权律师 还有这个弱势传群体 特别是草根那个群体的这些维权人士 会变成是这是新的那个打压的对象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江天勇呢 他曾经是中国一位知名的维权律师 但是后来被当局注销了律师职业证 去年709这个律师大抓捕之后呢 他一直在给被捕律师家属提供法律帮助 那么香港的团体叫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呢 今天就发表声明对江天勇的境况表示担忧 那潘先生您认为他的失踪 我们我是说江天勇 他的失踪呢 与709大抓捕是否有关系 当局为什么要对他下手呢 我们也觉得是跟他这个有关系 因为他是就是四年那天 就是刚好去探望了这个其中一位被抓捕 然后就是比关押的一个维权律师谢阳的家属 跟他太太见面 然后原来也都跟一些几位律师 原来是想去看守所那边去看谢阳 所以他失踪的这个事件 绝对是跟709家属这个事情有关 还有跟这个709被抓捕的人 是这个一系列的事情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绝对是呼吁中国政府 要精快的去调查究竟是什么原因 到现在过了10天了 江天勇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这个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面的 如果有家属有人去报警 然后公安居然不愿意去调查的话 只能是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好的 我们再来看黄岐和刘飞跃 黄岐和刘飞跃都是在中国合法注册的 维权团体的负责人 北京当局逮捕这两个人的目的是什么 潘先生您认为会给他们安插什么样的一个罪名呢 就像这个刘飞跃了 现在把他刑拘 已经有给了他的一个罪名 就是说是颠覆国家争权罪 所以我们很担心就是说他们两位都是有去运作一些关心这个底层 就是人权方面的访民长期的一些访民等等的一些的新闻消息的网站的负责人 是不是这个当局就是把他们这些网站看成是要打压的对象 特别就是在1月1号就是要那个境外NGO的管理法都会实施之前 就把他们去抓捕变成是一个案例 就说你们去关心这些群众的 或是有得到外面支持的一些团体还有这些网站的 他们就是要重点去打压他们了 这个是令人非常担心的一个情况 好的 我们感谢潘家伟先生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